已知氮气跟氧气生成二氧化氮的平衡反应是如下 关于此一反应的叙述选出正确的 A选项这是一个放热反应 从Delta H是68正的大于0来看 它是一个吸热的 B选项二氧化氮的墨尔生成热 细数的二氧化氮 二氧方程式的细数二氧化氮的细数是2 所以应该把68除以2得到34 才是墨尔生成热 第三此反应是符合质量守恒 正确只要细数是平衡的 就符合质量守恒的定律 第四此反应当中氮气扮演氧化剂 我们来看它的氧化素的变化关系 当然也可以从简单的角度来看 只要有氧气参加的时候 一定是氧化剂 那搭配反应的就会是还原剂 这是从国中的概念就可以来判断的提形 那比较困难的提形要从氧化素的角度 反应之前的元素氮是不带电的 氧也是不带电的 那反应之后的二氧化氮里面 氮是正式 氧是负二 所以这边氮的氧化素变大 本身发生的是氧化反应 那发生氧化反应的扮演的是还原剂 那发生还原反应的是氧 从不带电变成负二价 所以这时候的氧 是进行了得到电子的还原反应 进行还原反应的氧气 它是扮演氧化剂 所以第五个选项是对的 这一题答案是C跟E 这一题答案是C跟E 这一题答案是C跟E